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巴西是全球最大的仙城出口国 但是当地因为极端气候的影响 导致仙城收成欠佳 加上鸿海危机引发的运输延迟问题 打乱了整个供应链 在双重打击之下 全球市场引爆了一场仙城危机 国际城之还有仙城的价格 在近期更是飙升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根据报道 巴西的仙城出口产量占了全球市场的大约七成 不过当地国农组织估计 今年只能够产出2亿3200万箱的千成 对比去年产出的超过3亿箱 是下跌了四分之一 那这也是自1988年以来 巴西当地出产仙城最少的记录 除了因为气候问题 导致巴西的仙城收成不如预期 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由牧师所引起的黄农病所导致 黄农病在果园里头扩散 让树上的果实表皮变绿 果肉变苦 严重一点的还会导致整棵的果树枯死 受到极端天气和树木疾病的影响 巴西今年橙子的预期产量 比去年下跌了近四分之一 放眼望去 大部分的果实多半都是青绿色 不止没熟透 而且体积还偏小 当地果农表示 他们种出的果实很难成熟 而且还会提早从树上脱落 导致橙子的质量也受影响 这就是棵子的有种症状 橙子收成不如预期 除了是黄龙并扩散 导致果皮变绿 果肉变苦 树木凋亡气候问题 也是导致橙子产量欠佳的主因 当地出现日夜气温差距 达摄氏20度的情况 令果树难以适应 2年 例如3年 不是只有棵子 而是气氛 我们现在在这一刻 市场研究人员估计 目前全球橙子供应紧张的情况 短期内恐怕很难解决 因此有不少果汁供应商考虑 增加苹果汁及葡萄汁的生产 希望能够减少对橙汁的依赖 以文章的请客 您猜中市场 创作用不少